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大家好我是阿菜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當空姐的時候 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 這件事就是兩個字 鳳梨 鳳梨的重要性 有一次我要飛長班 然後剛好是卡到中午 好死不死那天用滿雞 然後中午的餐呢 我們基本上要出是從 前菜啊 正餐 甜點 起司 水果什麼都要送的那種 然後有一次我就瘋狂的出餐跟收餐之後 覺得肚子好餓 那當然滿雞的時候 裡面會有一些overflow 就是多準備一些餐點 然後我就看到說 嗯還有剩下的餐點 我準備去拿來吃 我就問姐姐說 姐我可以吃那個餐點嗎 因為我很餓 救命啊 我肚子好餓 然後姐就說 喔好啊你吃啊 然後就很趕心的把它拿起來之後 打開看到說 哇我最喜歡的小蘑菇在裡面呢 然後我就拿起來叉子 準備要瘋狂的插下去塞到我嘴巴的時候 姐就大聲的跟我說 Honey 等一下 我想說 怎麼了 為什麼這樣叫我 我不是把事情都做完了嗎 她就說 Honey 你是不是沒有男朋友 You have no boyfriend I can see 然後我就想說 這這這跟吃飯有什麼關係 我就說 Why you know 她就說 我不只可以看出你沒有男朋友 你一定也沒有就是可以讓你開心的朋友吧 然後我就非常尷尬 就是 姐竟然在大庭廣東之下 就這樣跟我講 而且旁邊還有其他的人 然後他們就過來圍觀 然後我就說 痾 Why do you say so 你不知道嗎 沒有人不知道這件事情 你不知道女生不可以多吃蘑菇嗎 我就想說 為什麼女生不能多吃蘑菇 她就說 女生如果蘑菇吃多了 你的下體味道會變 然後就會變臭 然後 然後我當時晴天霹靂說 我怎麼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馬上轉過去問另外一個 Crew 我就說 是真的這樣嗎 然後那個Crew就香港人 他說 是啊 你沒聽過嗎 那那那姐怎麼辦 那救救我啊 然後他就說 其實也沒關係啦 如果 You have no boyfriend You have no one to make you happy So you can eat though You eat as much as you want Or maybe that's why You don't have anyone to make you happy 然後我想說 姐也太狠了吧 可是因為我吃蘑菇的關係 所以大家看到我就是 驚慌落荒而逃這樣子嗎 就聞到味道或什麼之類的 於是我就跟姐求救 他就說 女生不能多吃蘑菇 如果你想要讓另外一半 幫你用嘴巴的時候開心的話 這樣子 他才不會吃到你的異味 還有 男生 男生盡量不要吃 蘆筍 應該是叫 Aspiragus 千萬盡量不要吃蘆筍 如果你可能最近 想要讓女生 有一些 性上面的情趣 譬如說 讓他吃你某個地方的 液體的話 因為蘆筍會讓你的雞雞 變得非常的臭 然後我就想說 這到底是真的假的 於是有一天 我就碰到一個 美國人 然後他也是知名實況主 我就跟他聊起了這件事情 那個你知道男生不能吃什麼 要不要下體會很臭嗎 他就說 Aspiragus 就好像 好像全世界都知道這件事情一樣 他說大家都知道啊 你在美國生活那麼久 你不知道嗎 於是我決定要把這件事情 趕快分享給我Youtube上面的同胞們 然後說到這邊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我又在講幹話 是不是在唬爛大家 沒有 於是我就上網去找 我就上網去找說 到底是怎樣 結果這邊就有一篇報導說 Why is better to make you urine smell 就為什麼讓你的尿液會很臭 但其實他應該也是 會影響到你的精子的味道吧 就在這裡 於是我就求他們說 你們趕快告訴我 那我應該要吃什麼才好 然後姐就冷冷說 你不知道鳳梨的重要性嗎 女生就是要吃鳳梨啊 你吃鳳梨 你的下體就會香 會有鳳梨的香味 而且呢 你的液體 也會有甜甜的味道 我心想說你是在唬爛我嗎 然後我又轉過去 問其他人 他們說 對啊你不知道嗎 好 這班機就算了 於是在之後的 我的每一班機 我都有問人 結果我得到的答案 竟然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我不知道 他們都說 對啊你要多吃鳳梨啊 因為鳳梨就會讓你的下體變香 蛤 然後我就非常不信心 我想說這種東西怎麼可能呢 各位觀眾 於是我就上網去查 在台灣網站 亞洲網站可能查不得到 但是呢 如果你在國外的網站的話 你只要打上 Pineapple juice 跟Vagina 你就會發現 這邊有一篇文章 它是說 鳳梨汁如何影響你下體的味道 還真的有這件事情耶 我就有點嚇到 想說 天啊 我怎麼這麼孤陋寡聞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做這支影片 讓大家知道 鳳梨的重要性 這是我當空姐所學到的東西 活了這麼久 我才發現原來不同的食物 不同的水果 會讓你身上的味道變得不一樣 天啊 這也太重要了吧 欸 阿是說這樣明天鳳梨會不會大賣啊 好啦 各位 如果你覺得阿菜小知識非常重要的話呢 記得把這支影片 分享出去給你所有的親朋好友 以及 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Facebook 最重要的是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把你的小鈴鐺打開 這樣我上片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個先知道喔 大家掰掰 欸 洋洋 我真的覺得啊 有時候阿姐講話也真的蠻惡毒欸 我現在就是過不去 什麼叫做沒有人可以讓我開心 真的很奇怪 他怎麼知道 奇怪了 不知道我多少人想讓我開心 Come on